我约了著名的德威大師 拿設計好的婚紗 我已經到了 你小心點啊 這些東西都是我從老家帶過來的 北京買都買不到 你站住啊 你誰啊 你誰啊 我在 我的淘德餐啊 你管我是誰呢 你把我東西踢壞了 就這麼走了 什麼東西啊 想碰瓷是吧 拿去 破東西 我辛辛苦苦從老家 帶來這些瓶瓶罐罐 我容易嗎我 我就是想給我媳婦 嚐嚐家鄉的味道 你把我東西踢壞了 你不能給我個交代吧 你胃口還挺大啊 陪你一車都夠了 拿去 這不是錢的問題 問題是我從老家帶來東西 給我媳婦嘗鮮的 你知不知道 別以為有幾個臭錢 你了不起 我藏花還真不稀罕你這個錢 那你想怎麼樣呢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你把我東西捧壞了 當然得賠啊 神精兵 懶得跟你九成 給我站住 幹嗎你大庭管中 真像喇喇喇喇算什麼 我已經賠你錢還想怎麼樣 放開 我剛說了這不是錢的問題 全給你 全給你夠了吧 你不就像是訛詐嗎 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小心我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我管你是誰呢 你把我對我破壞了 傷疤了我警告你啊 你再放手的話我報警了 我憑什麼放開你 你把我弄壞了呀 放開我讓你放開 你不放 那我是你哪兒來的 你幹嗎呀你 你誰啊你 關你什麼事啊 你誰啊你 放開他 你殺來了你殺來了 燙花燒到尾燼來了 不行我得出去躲兩天 韩逸 這兩天不管是誰燙花 問我的行蹤 你都不能說 放心 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是不會甩利的 韩老師你好 我被我女朋友甩了 你能幫我分析一下什麼原因嗎 女人被甩 多半是因為你長得醜 男人被甩 多半是因為你窮 韩老師您好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半年了 他每回幾假日 他都給我發短信送祝福 他到底什麼意思呀 這兩個人徹底分了手之後 任何一方在對方生日的時候 每年都發祝福發短信 以此證明咱們兩個雖然分了手 但我還記得你 甚至記得你的生日 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高屎行為 這包還夠多的啊 把那打開看 這是什麼東西 謝敏 桃花 年齡 我今天本名年 你們猜我多大 不是 警察叔叔 我犯什麼法啊 你這像犯人一樣審問我 這不太合適吧 這不太合適吧 我不就帶了一豆子錢嗎 這 有錢 也辦法呀 那我問你 你貸了沒有現金做什麼 我娶媳婦啊 我媳婦在北京 我帶錢 帶他回家結婚的 那媳婦呢 是啊 媳婦說今天來接我 怎麼也沒進人呢 您等等啊 我打個電話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要不要接 不就是通電話嗎 這麼嚇 好 我媳婦手機應該是沒電了 這麼沒電了 肯定找不著我吧 你不用這種眼神看著 我沒騙你 我真沒騙你 那這樣吧 你還有別的能聯繫她的人嗎 有 我老仗上 我老仗上肯定是 趕快打 喂 好嫂 那我打不進去 我的改變碰到另一個 喂 張小姐 池墨呢 她還沒回來呢 有衣帽間嗎這兒 樓上池墨屋裡有一個 拿上去 等會兒 這是怎麼了 哪那麼多廢話 不是 池墨不太喜歡外人 隨便動到屋子 我是池家未來的女主人 你叫我外人 我看你是不想混了 你們倆跟我來 換上去 你來了 你來了 怎麼回事 剛才 鄭小姐來過了 在你房間裡收拾呢 你在這兒幹嗎 濕婚紗 鄭寶珠 我們還沒結婚呢 你現在就迫不及待了想清楚我的生活了是嗎 去就迎新 你該做好迎接新女主人的準備了 這兩天我會搬進來 這件事情呢 阿姨是知道的 阿姨也是支持的 要不然你可以問她 我那隻熊的 什麼熊啊 就是我放在房間裡的太極熊 什麼熊 那破熊啊 扔了 你扔了 什麼 鄭寶珠我告訴你 我最討厭別人隨便動我的東西 拿著你這些東西 現在立刻馬上滾出去 你為了這隻破熊你跟我發脾氣 還給你 你那麼緊張那隻熊 難道是好聪明的 這個你們真是隱魂不散 人走了還把東西放這兒 鄭寶珠 鄭寶珠 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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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貓你去哪兒 你回來 你回來 我回來了 我現在已經安心了 蟲子 沒有啊 你怎麼走 我自己都只有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 不走了 手机关机他应该也找得到我 还不对 韩依 可是我这个右眼怎么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没停呢 你那是右眼过度 眼睛疲劳 服装面膜 放松放松啊 不对 我总觉得是有什么倒霉事即将发生 去开门 你们 你们找谁 聪明啊 那是我嘞 唐花嘞 我今天刚到北京呢 唐花 你干什么事啊 唐花 你怎么刚到北京招惹上警察了 你惹什么事了 没有 这警察叔叔是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送我回来的 警察叔叔 我 我已经搭了你 你可以先走了 谢谢啊 辛苦了 辛苦了啊 拜拜啊 辛苦了 你好 你好 你看你多瘦啊 这 聪明啊 这就是我们家啊 蛮好的嘞 蛮好的嘞 极好的 师傅 要出个烟布了 来了 不 北京室内禁止吸烟 好 那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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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嘞 真的吗 干的嘞 这就是你乡下来的未婚夫啊 瞧她那一身A货 我 别管是A货还是真的了 反正 赶紧想办法 帮我把这个货铺塞给请走 唐花 兄弟啊 怎么了 你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一下 明天我出去陪你找一个酒店 然后陪你在北京逛一逛 过几天就回去吧 不是 我又不是来旅游的 这我要回去 也要带着唐克 你一起回去不 拿个睡 唐克 请讲普通话 这个二愣子是认准我了 你不是初期的点子多吗 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啊 没问题 看我的 你是唐花是吧 对 唐花 你好 你好 师傅 这好聪明 是我的女人 她在我这儿住 吃我的穿窝的 你要想带她走 先拿五十万 多钱 五十万 五十万 等一等啊 等一等啊 我 好连韩逸 我摔多败了 你管那么多了 现在自由赶紧走 走什么 她不是我的男朋友 她是我的合租室友 也是我的好闺蜜 她叫韩逸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真的是抓着你 不放的坏人呢 那个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我就说吧 进你第一眼就觉得和你特别有缘 你在这儿就住下吧 把这儿当自己家 随便住 住多久都行 住内屋 我屋 小兔 真的 你被骗我 要得要得 蛮好的 见钱也开 没鼓气 谁打造的叮叮光光的 嗯 韩逸 潘洋从西边出来了 我竟然在亲自做早餐 竟然还做了这么大一桌 你该摸手掌怎么做了吧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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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客人都还没动呢 主人哪有动的道理 快把糖花叫出来 你看我给他做了一个最正宗的 北方早早 客人 庞花 啊 原来你含义是醉翁之欲不再酒啊 那当然 老天保佑 才走了一个大千金又来了一个土财主 天降裁员 无论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留着这位财神爷 哪里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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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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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这人垃圾这种体力活 就叫给我们男人来说 女人是用来爱好子 用来干活的 不知道在这儿跟我便宜蜜语的 先去这一趟 哎 聪明聪明 这个男人是谁啊 他怎么和聪明在一起 这个男人是谁啊 这个男人是谁 聪明就上班了啊 对啊 别说哥们不帮你 聪明有点嫌弃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聪明在大城市里面扎根了 我们俩本来就有差距嘛 不过我不怕啊 我会用真心打动他的 别跟我提真心 这年头谁还没个真心啊 我问你 你之前追过女孩吗 当然没有了 除了聪明 其他女孩我看都不看 那也就是说你的感情经历是空白 那我再问你 你这要怎么红女孩吗 不知道 你这下就完了 这聪明要是碰上个又有钱又帅的 估计就跟别人跑了 那我怎么办啊 哎呀 你别急 等我把话说完啊 我呢 是一个感情专家 专门帮人解决感情问题 你只需要在我这儿下一个订单 我保证你能追到聪明 真的 当然了 你等一下 来 成交 去去去 只有多没有少 你赶紧跟我说一遍 你俩从命啊 嘿 这又是哪个姑娘给我送的花啊 哎 哎 花里有卡片 让我来看一下 我最爱的小聪明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 我愿意陪你一起变老 让你做我手心里的宝 小聪明 小聪明 是好聪明吧 估计是 嗯 他怎么这么厉害 快 居然 有第三个男人 第三个啊 干嘛呢这大上班都处在这儿 哎呦 迟总好 迟总好 有人给咱们公司的好聪明 送了这么大一束玫瑰花呢 嗯 嗯 无安无丧志 走走走走 快点 哎 保安 过来 把这花都拿走 哎 快点 快点 哎 韩老师 这样真的能给聪明惊喜啊 不都跟你说了吗 女孩都一样 都喜欢浪漫 你这么一做 聪明同事看到了肯定都羡慕 这事我保你成功 先求爱 再求婚 完了 顺便在北京 把婚礼也给办了 要是聪明不想回老家的话 哎 我们在北京定居也行啊 哎 总之 聪明喜欢就行 你放心 我的这一套服务 一条龙 保质保亮 就这样这儿 保你满意 韩老师 他们怎么把我的花给搬出来了呀 对啊 这谁干的呀 谁脑子进水了 放这么大一束花在公司前台 影响公司工作不知道吗 你把我花搬出来干吗呀 你的花 是啊 拿走 影响我们工作不知道吗 谁啊你 你给我站住 我这花又不是送给你的 我追个妞 还影响秩序了 别跟这儿瞎搅啊 滚蛋 要不然我直接把花给你扔了啊 你给我扔一试试啊 别指我 我指你怎么了 我还戳你呢 我戳死你 你配了我 你干吗 干吗 你干吗 大水出来了 我别跑这儿 行行行行 你来人 你来人 聪明快来看 楼下打起来了 打架有什么好看的 那不是经理吗 还有一个给你送花的 走开 你们几个 你开 你开我快回去 开 你们俩是不是有病啊 没事来我公司楼下闹什么呀 经理没事吧 没事吧 经理 经理 他是你经理 经理 经理 我是聪明未婚夫 说什么呢 好啊好聪明 你给我等着 别看了 赶紧散了吧 走走走走走走 好了好了 你的心意 我知道了 没什么事 你们俩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 晚上再说 多妙 晚上再说 多妙 多妙啊 好好好 先回去啊 好 说什么要给唐花找一个酒店 韩逸那个贪财鬼见了他 就像是马皇进了血 一定是忽悠他定制什么求爱套餐了 再这样下去 以后指不定闹出什么 什么事 看来那个男人 也是好聪明的追求者 韩老师 送花这办法不顶用啊 不是办法不顶用 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你说谁知道有两个蠢蛋出来搅局呢 好 那现在怎么办啊 别担心 我还有后手 好 我来找不上变化了 我来找不上变化了 没有什么变化了 你怎么能够上变化了 我她的变化了 你怎么变化了 你怎么变化了 让她怎么变化了 自己变化了 我变化了 你怎么变化了 你呢 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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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废话啊 钱呢 像是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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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是吧 除了劫财 咱们解点色哦 上 不是吧 飞机场你们要接 太残忍了吧 我就喜欢飞机场 差不多 赶紧上 现在啊 行 靠英雄救美 快点 救美 没事吧 池大爷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这两个人战斗力也太差了吧 你现在还有心思说这些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的处境是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 但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我记得你回家 不是走这条路啊 哪来那么多废话 报警吧 我说兄弟 不带你们这么玩的啊 说好了英雄救美 谁 这怎么还换人了呢 不行 得加钱 加钱 你站住 楼筐接着一楼筐的 韩逸 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不是啊 聪明 是我让韩老师疯 没问题 你闭嘴 聪明 我错了 我再也不这样了 抱大腿也没用 回去 聪明 这韩老师疑是为了帮我 才想这办法的 要不是这个人出来 我早就把你给救了 我是看到聪明 遇到危险在出手的 事先我不知道 你们安排好的 我自己的女人 我自己会救 用得着你出手啊 喂 你 你说她是你的女人 没错啊 你心没出马 持妇为婚 你在胡说什么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聪明提起你这样的人 你不知道的时间多多去了 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啊 我们俩小时候 穿干脱裤子就在一块儿了 喂 越说越离谱 你什么人哪 不是 我们俩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啊 我 我是她上司 又是上司 不是 我她什么人呢 聪明 我们家也有产业 以后我让你当老外娘 别再跟人打工 真是丢死人了 今天的事情 算我多管闲事 但是我告诉你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 最好别让我看见 真是脾气还挺大 今天的事是我考虑不周 毕竟新项目在试验阶段 这样行不行 我们去KTV 一来呢 给聪明燕雅精 二来呢 给糖花接风洗尘 怎么样 行 KTV 肯定又是鸿门雁 你不知道的时间多了去了 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啊 我们俩小时候穿干脱裤子 就在一块儿了 歪 越出越离谱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又不是宋小小 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现在有个叫糖花 来来照顾好聪明 我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啊 但是 但是 都不会有点老邓 你就觉得很高兴才能上手 怎么办 军完成了 我们俩总的 然后我们俩监制了 你们俩监制了 只要留个聪明 你们俩监制了 总的 你们俩监制了 会不会经历 不理会答的 我实在是找不到说话的人 所以我来找你 没关系 医生跟患者之间 偶尔也会聊聊天 放心 我不会受你诊废的 当然你也不会在乎 最近怎么样 亚人队还经常出现吗 最近还好 它有一段时间没出现 那就好 有可能你正在出现治愈吧 双重人格说不定 在慢慢融合当中 双重人格 融合 双重人格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我感觉我好得累 好累 这就奇怪了 一般来讲患者在 逐渐治愈过程当中 会感到很放松 怎么你就恰恰相反呢 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说什么呢 没有 这 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压力太大 工作家都闯过一起 总的来说人生是有希望的 只要你的亚人格 了却了心中牵挂 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不过从此以后 你就只能一个人承担所有压力了 你是说 要想让他彻底消失 就要了解他心中的牵挂 大抵让如此 来 俊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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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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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都在啊 你男朋友今儿下午来公司 非得请我们这帮跟你关系好的同事 过来搓一顿 是啊 是啊 还送我们好多好吃的 对 我已经吃掉一桌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谈话你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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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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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韩老师说的吗 要先追你 就要先谈好你的朋友们 对啊 对啊 对 我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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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亲爱的朋友们 那今天晚上吃好喝好 所有东西 我全都请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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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三个六 来 赶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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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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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后来 我从算学会了 来 开 Jobs 好 好 要 去 来 又挤个小 後来 上 Jest 上 自己干吗呢 宋晓晓 你还在想那个 行踪飘忽不定的神秘帅哥呢 想他就打个电话给他吗 我来打 美丽不要打 喂 宋晓晓 是宋晓晓吗 还活着的话 赶紧来上艺术KTV 今天一场对手了 聪明那个土豪未婚夫 少带聪明回乡下结婚呢 好歹聪明那么喜欢你 你要不来 你就是龟蛋 美丽丰啊 我来打电话 想他就打个电话给他嘛 你看 虽然这个土豪哥哥 他也喜欢你 可是我知道 在你心里 还是对宋晓晓念念不忘 对不对 不然这样吧 等咱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 如果宋晓晓哥哥还不来 那你就忘了他 转头 吐好哥哥的怀抱怎么样 我的我的 我要唱 他不会来的 晓晓 我去晓晓 还没散场吧 看来我来的正是 唱什么呢你们 好心分手 谁点的 什么鬼 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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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要嫁给我 好不好 晓晓 真的是你吗 晓晓 我回来的 我回来的 好 那个 今天就到这儿吧 大家先撤吧 大家先撤吧 先撤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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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韩老师 这什么情况啊 这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哪 来来来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聪明从老家来的未婚夫 这位呢 是聪明的男朋友 男朋友 别别别 前男友 他上次还说是聪明的上司呢 怎么又称前男友了 我怎么那么烦 有人骗我呢 对 我跟你讲了 他跟下午内不是一人 他叫宋晓晓 什么宋晓晓 宋大大呢 但是下午我们碰到那个人 他叫迟墨 他叫宋晓晓 他们两个人虽然长得很像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谁信哪 好聪明是我的未婚妻 这小子打哪儿冒出来的呀 带恋子那哥们儿 我警告你 好聪明是我女朋友 懂吗 你女朋友 我呸 她是我的人 你觉得凭你 有什么能跟我抢的 你给我放开 行 有种 行 是爷们儿 咱俩就来比比 首先咱比经济基础 这个回应啊 是建立在 是建立在 哥们儿 咱比什么 也不能跟他比钱啊 为啥呀 比钱多俗 咱胜之不武啊 是不是 也是 那咱比谁更了解聪明 聪明最爱吃的是橘子 背上有块胎记 他还喜欢在背子里面放屁 疼啊 好聪明是个爱哭鬼 经常自己看韩剧 会嚎啕大哭 但是我觉得很可爱 脑洞很大 不切实际 但是他都会给我很多意外的惊喜 最致命的是 他是个超级大鹿痴 左转 再 右转 对 对 对 插路口 没有插路口啊 连东南西北都不认得 好聪明最喜欢的是 好聪明最喜欢的是 抱着我的脖子 好聪明最爱的姿势是 打住 咱不比这个 我们比 咱比喝酒 好 好 好 我跟你比 对 喝酒 比喝酒 喝酒好 要是我输了 我就暂时不带聪明回家结婚了 那要是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你跟郝聪明的事 我绝不插手 行 来 来 来 别喝 别喝 我喝 我喝几个 别别别喝了 别喝 别喝了 别喝了 哥们儿 这回 你笑不笑影了 你笑不笑影了 surgery 小梅 别别别 真的好吗 不要离开我 不 social 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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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祖明 祖明 不愿离开我 不愿离开我 其实我知道你是迟墨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些 都是我跟迟墨在一起 经历的回忆 但是 对不起 因为我喜欢的人 应该是宋晓晓才对 我喜欢你 迟墨 来 建文 小心 小心 宋敦珠 韩小姐 怎么回事啊 我从不禁堂喝这么多工 给我 当我来就可以了 韩小姐 对不起 您可能就不太方便进去了 因为正好姐刚回来 所以 好的 我知道了 我会自己打车回去的 谢谢你 宋敦珠 谢谢你 慢走 小心 小心 是迟墨回来了吗 怎么喝那么醉啊 明知道明天订婚还喝那么多 人呢 不用了 我来就可以了 谁送他回来的 那么快就走了 不会是好聪明吧 不是 是代价 他已经走了 是吗 是吗 关于三年前 我调查了几车祸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线索了 就是导致你人格分离的那场涉活吗 对 我查出幕后黑手 就是我身边的人 之前刚刚才经历了毁婚炒作的豪门情侣 池墨和正宝珠 你于昨日在池室的私人庄园内 完成真正的订婚仪式 在前一次订婚仪式上 抛弃未婚妻的池室集团董事长池墨表示 那次的毁婚行为 只是为池室与美克拉美的新陈 喂 施总 您之前托我查的事儿又没目了 根据您提供的那个手机号码 我们查到有个人在这期间使用过这个号码 特征跟你说的相符 照片我已经给你发过来了 现在吗 对 在您的邮箱里 照片上的人的外号叫刀疤 照片上的人的外号叫刀疤 好小姐的读者会 之后的邦嫁案件和王家乐都是他所谓 我们顺着线索还打探到了 在三年前 刀疤曾欠下一大笔高利贷 不过没多久 他那笔高利贷的顺利还兴了 而且还有钱继续厚赌 三年前 三年前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八月左右 对方对您的行踪了如指让 能第一时间得知您的动态 根据我的判断 嫌疑人很可能就在您的身边 身边人啊 对 那就棘手了 确实是这样 我对他真的是防不胜防 如果被他知道了 我有多数人格的事情 如果有人 过来旁敲侧气地打听起我的病情的事 知道该怎么做的 知道该怎么做的 第一时间通知你 说起来我这样 还要学做侦探的天赋呢 想太多了你 那是什么呀 这个 新道的 是吗 要不试试 算了 微小的电流 对于神经元的刺激作用 非常明显 说不定会治愈你的多重人格呢 真的 感觉怎么样 好刺激啊 我说啊 但是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别装了 刚才你才说过 如果有人来问起你的病例 就让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你以为你怀疑幕后黑手是身边人吗 放心吧 我会照办的 对 原来如此 迟墨已经深入调查三年前车祸的事了 对啊 上次开的药都吃完了吗 吃完了 效果还不错 我再给你开一下 等到你的症状稳定了以后 就不用再依靠药物了 好 你不问你 我先说了 你不说了 你怎么不理会了 那你最后的事 你以后能不能死 你以后能死 你以后能死 因为你猜死 迟总 迟总好 迟总今天怎么了 迟总看起来心情特别好的样子 我感觉迟总今天别有风味的样子 别有风味 对啊 得了吧 人家是你上司 又不是一道菜 好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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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怎么是你在这儿 好聪明的 老板 你忘了吗 遥光之星的发布会议结束 郝小姐就回美克拉美了 我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就是说啊 这个工位战事不用收拾出来 因为郝小姐随时可能回来工作 这件事情你也已经嘱咐过了 这件事情你也已经嘱咐过了 工位的一切都按郝小姐离开时候的样子 不准移动 对 我最近啊 工作太多 有点累 那你继续工作吧 没有打 没有打 老板最近是怎么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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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的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多短线啊 迟墨 你跟郑宝珠订婚了 不是啊 我 我不是拒绝他了吧 什么手势 迟墨 迟墨 你真能跟 怎么办啊 你跟郑宝珠订婚 你我的身体跟郑宝珠订婚 大哥 聪明怎么办 你没有想过 我来跟聪明解释一下 我就是迟墨 我就是迟墨 迟墨就是我 迟墨你告诉我 怎么跟聪明解释啊 我跟郑宝珠订婚 我跟郑宝珠订婚 вол正 对 我去哪里 来 来 我 我警告过你呢 你是我情敌 我箭一次打一次 情敌 我是你情敌 不是 你几个意思你 我不配合你情敌吗 我是聪明青梅竹马的未婚妇哎 好了好了 别闹了啊 我找聪明一点事 让开 李特兰 聪明 这是 迟梦还是孙才笑 不是 不是 这不是说好公平竞争的吗 这聪明每次都拽他不断 我是怎么回事啊 哥们 哥们 你得承认 这是一个看脸的事的 我去 齐梦 你玩够了没啊 我不是迟梦 我是宋晓晓 你那天装宋晓晓的时候 就已经被我发现了 我好不容易才没有那么想宋晓晓了 我拜托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 这样子来整我 不然我永远都忘不掉宋晓晓的 你为什么要忘掉我啊 我一直是好笨蛋的宋晓晓啊 你知道我什么 好笨蛋啊 真的是晓晓 我真的是晓晓 如假包换 那你告诉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跟我说了什么 我叫宋晓晓 记住我的名字 你真的是晓晓 你真的是晓晓 我真的是晓晓 晓晓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我是不是回来了嘛 对了聪明 你刚才说 迟墨他假扮我接近你了 哎呀你不知道 昨天在KTV 迟墨扮成你的样子过来 不过他演技不合格 说了一堆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事情 一下就被我识破了 看来 迟墨真的对我的聪明有企图啊 对了聪明 我有一件事情要给你道歉 我不知道迟墨跟郑宝珠订婚了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他一意孤行我 我知道 自从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即使是一个人之后 我也想了挺多的 短短几天 我真的是把一辈子的脑容量都快用光了 我之前想 要不干脆就把你忘了吧 但是刚刚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样想根本不实际 所以我现在只想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不管你什么时候再会离开我 在那之前 我都会好好珍惜的 聪明 聪明 我也答应你 只要我再一天 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对了聪明 咱们定个暗号吧 暗号 你是小朋友吗 为什么呀 你想啊 迟墨那小子现在学坏了 他敢冒充我 对 这次是他演技不好被你识破了 但这东西练练就像了呀 咱们如果有个暗号一对 那咱们心里不就有底了吗 对啊 怎么那么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以为你好笨蛋的名号是浪得虚名啊 好吧 那想个暗号 暗号 天王盖地虎 宝塔正蒙巴 什么 换一个换一个 天王盖地虎 小小镇池墨 好不好 小小镇池墨 池墨要是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暗号 你要掐死我 他 他掐死我之前啊 他早就被气死了 我说啊 别忙我了 我家这墙和音效我可好 不是 他们俩现在孤男寡女干臣烈火 现在还共处一室呢 打住 打住啊 再往下说 就该有十八斤的内容了吧 要不这样 你在我这儿呢 再拍一个新的恋爱团 我呢 就从 星座呀 八字啊 各个方面 给你找一个 更配你的牛 怎么样 我不要 我就要我们家聪明 他又聪明又好看 谁都比不上 又聪明又好看 你瞎呀 不过我也不差呀 像我这么英俊又猜 哎 言少有为的大好青年 哪是那个大骗子能比得上呀 韩老师啊 你放心 这聪明 最后一定会选我的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不光瞎 耳还背 算算算了 我跟你说 你等着瞧吧 我就要打扮那个什么叫宋晓晓 然后跟我们家聪明单独约会 嗯 聪明啊 趁我现在身体还自由 咱们好好约个会吧 嗯 嗯 那咱们就把所有好吃好玩的 统统玩个遍 好不好 嗯 我也去 走 哎 嗯 嗯 嗯 这样不好玩啊 唐花第一次来北京 我们应该带她去 去长城玩 长城好晒的 大耳天的 不如来泳池呢 嗯 好吧 哎 美女 那边那个披育金的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去搞定她 嗯 你是养珍珠的 不如你看一下我这珍珠耳环怎么样 嗯 好 很好 那你说是这个好呢 还是这个好 都好都好 晓晓 唐花她 没事吧 她那里有什么事啊 到底哪个好啊 她都挺好的 真的 没有 说不定啊 她现在心里都乐开花了 你这个老乡 好了 别管了 教你玩个游戏 哦 玩什么呀 把手伸给我 嗯 一只 嗯 嗯 这就对了 你是说 这些东西 是有人放进你心想的 是 此人一定是知道 我对小姐您忠心耿耿 肯定会来告诉你的 这些照片 都是从池氏一路跟拍的 绝对不会弄错 迟墨 你为了那个女人还真是花样百出啊 陪完了女朋友 陪完了女朋友 你该办了正宜事了 迟小默 迟小默 别说宋大爷我没帮你啊 进来 是 施总 你找我 股权收购的事是怎么样了 这是策划书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还是有收获的 你看不看吗 不认识了 没有没有 表哥 你来 你看啊 咱俩是亲人 是有血缘关系的 你也知道 现在我周围能信任的人 也就只有你了 所以我希望你帮我盯着一些 背后有动作的人 可以吗 应该的 这是我分内的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忙去了 金秘书 来我办公室一下 进来 老板 你找我 金秘书 你看啊 这三年来辛苦你了 但是把现在公司状况版出 我想请你为我继续效力 老板 您的意思是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一些 我不太好出手的人 行 去吧 可是我会想让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我 老板 我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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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墨和你男朋友宋晓晓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是吧 你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毛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玩得真够高级的 还说什么迟墨跟你男朋友长得像 我居然一直被你们牵着鼻子走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郑小姐 你听我说 迟墨 迟墨还这么做也是有内情的 下次我泼的就有硫酸了 让你再喝 谁说多看寒志没有用 好在我聪明 好你个迟墨 我就说你对我们家聪明不怀好意 这就不能放这儿 不行 迟墨 我要把这里关于我们家聪明的一切 统统抹掉 不能给你留可乘之机 这就不能给你留 郑小姐 又收到了 又是这个生命人 这次是池总行出医院的照片 可是这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替我查查这是什么药 这是种国外抗抑郁的药物 主要用于治疗抑郁症 还有人格分裂 还有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迟墨 你回来了 你在这儿干吗 宝珠 别碰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难不成 迟墨和宋晓晓是同一个人分裂出来的两种人格 迟墨和你男朋友宋晓晓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是吧 你都知道了 不过我希望你听我一句劝 事情的原委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你给我找那个姓韩的淘宝店主 我要见他 是 喂 那烟花订好了吗 好好好 一定要准时送到 千万别迟到 不早不晚才叫浪漫 早一步晚一步 那都是事故 你 把那边整一下 还有你 那边也摆一下 郑小姐 想和你打探个消息 费用随你开 这 放心吧 和好聪明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宋晓晓是什么人 宋晓晓是好聪明男朋友 这大家都知道 宋晓晓和迟墨是什么关系 你只需要回答我 他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这 他们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人 怎么跟你说呢 宋晓晓又做了什么 难道 布 友谣 布 布